继范澄澄之后,范冰冰的唐妹竟然也开始要拍戏进军娱乐圈了吗? 每天看推送的同时,也别忘了来给爱豆打榜呀!新一波的精彩福利即将上线哦! 在范爷还没有出生的时候,他的爸爸长这样,嗯!不得不说,这无关,是能找到范澄澄的影子的! 女儿越来越美,自己越来越年轻!没错,他爸爸的颜值随住年龄的增长竟然在不断提高! 去年的北京春晚,范冰冰还和爸爸一起同场亮相了! 如果不说,谁能想得到,这位看起来如此年轻的帅哥竟然是范冰冰的爸爸! 当然,有助老爸如此强大的动灵基因,作为儿子的范澄澄当然也是深的真转! 如今的他长这样,跟老爸真的很像啊! 撇开家里的因素,吴希希自己也是很争气,实力与颜值都双双从选秀节目脱颖而出! 不仅收获了一大波里妹,就连资源也是好的逆天,参加奔跑吧等综艺节目,封面杂志,各种代言更是源源不断! 不过吉弟弟与爸爸之后,现在竟然连范冰冰的唐妹也要准备出道了吗? 是的,你没有想错,就是那位才七岁的唐妹范朵朵! 范冰冰晒过与她的合照,之前还是圆嘟嘟的脸蛋,非常可爱! 虽然范朵朵的年纪还小,但是走上梯台,面对那么的观众却一点都不怯场! 不得不让蓝蓝怀疑这难道也有遗传因素? 不愧是明星世家,气场不输人,妥妥地拿下了冠军! 今年,范朵朵再次登上了梯台,时隔一年,看起来已经非常有架势了! 随住时间的流逝,瓜子脸就愈发的明显,和李晨的合照中更是显得长大了不少,气质已经越来越好了! 今年七岁的她还代言了新广告,不过是属于简单录了个视频友情代言! 蓝蓝蓝突然有点羡慕把一字尖穿得好看的姑娘! 拍画报也是很轻松,不在画下! 这个气场,让蓝蓝一瞄想到了范爷,果然气场这种东西,真的有一船! 从其他网友分享的照片来看,蓝蓝不得不说一句,范朵朵的颜值和气质确实挺适合当明星的! 而现在的范朵朵朵,已经不光光是一个走机台的小姑娘了,她已经和剧组签约了! 在剧本中的画风是这样的,俏皮的小女生! 该剧的导演还在微博里称被朵朵感动到,虽然年纪还小,但是却是个非常敬业和坚强的女孩! 即使是手痛,眼睛里含住类还继续说住台词! 那么,继FBB,FCC之后,你看好FDD的出道呢!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